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而發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的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元醫生你好 Hello,Della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們講的題目 很多男性都會很興趣想知道那個問題 就是關於前列腺炎 是的,相信大家都很聽到 在電視台有些廣告 他叫一些人要留心 就是一些癌症 當然男性的癌症 那個前列腺癌都幾多 但他一講是講前列腺發炎 前列腺發炎是一種感染 或者慢性的長期的前列腺發炎 這個跟一種叫做前列腺長大不同 因為前列腺長大 基本上是所有男性 隨直燃靈增長都會有的 但是前列腺炎就不一定會出現的 可以這樣說 前列腺炎有一種比較常見的 是一種叫做慢性的非細菌感染的前列腺炎 那這種情況就是 這種感染是可能一種悶菌的感染 或者病毒 或者一種叫做脂圓體的感染 所以患了這種前列腺炎的感染 抗生素通常是沒有效的 所以很多人 有些男性就遇到這個問題 是困擾了很久的 一般簡單的急性的細菌感染的前列腺炎 通常一種叫做E.coli的大腸寒菌 大腸寒菌是很普遍的 所以遇到這一種 抗生素就可能會有幫助了 但是遇到另外一種叫做非細菌感染的前列腺炎 一般抗生素是無效的 所以很多我們的病人來到我們的診所 都是有很久的情況 就是處理了很久很久的了 問題的嚴重性在哪裡呢? 那當然了 前列腺炎就會令到你那個小便那方面出現問題 有時抗尿抗得抗不到 或者抗不出 也有時候會導致 那個匯音的下音部位 有一種痛 一種腫痛 甚至乎那個前列腺的本身 都會有腫痛 那所以如果嚴重一些 就是它抗不了了 再嚴重一些就是閉塞 那當然這個和那個 前列腺肥大都會有的 因為你受到感染 所以有時會有其他症狀出現 包括發燒 尖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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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下腰背痛 甚至乎小便有血 那很多時候呢 最大問題呢 它慢慢就變成一種慢性的問題 那導致可能呢 那個大便 那個小便少不出 那這個很急的 那要是插管 或者嚴重一些要插管 那也有時候呢 令到我們那些尿 是逃流在膀胱那裡 那就會導致感染 甚至乎是腎那些患病會出現的 那很多時候呢 在我們的治療醫療裡面 我們都需要處理很多這一類的病 因為呢 大部分人有一種叫做 非細菌性的前列腺炎呢 那一般的傳統的抗生素是無效的 那所以呢 我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怎樣去處理這類的問題 可以幫助大家解決一下 挑釋這個痛苦 那就是說呢 如果那些聽眾 發現到自己有以下這些問題的時候 就可能會是關於這個前列腺炎的 首先就是可能排尿的時候有個困難 那也有時候會夾雜了有發燒 尖寒尖寒凍 下腰背那裡有個背痛 嚴重一些的會出現了血療 或者是那個會陰部分的時候 會發現了就是很痛的 那甚至乎是不舉的 那成因的情況 一般來說就是可能是 這些是一個感染性 食物的敏感 脫水 前列腺肥大 都是會導致 嚴重一些 都是會導致這個前列腺炎的 是不是醫生 簡單來說 那個起因 和症狀都是這樣 好 那在那個 在那個 測試上面 我們會 可以 就是這個 根據了剛剛那些的情況之下 可能會出現了這個問題 那麼在那個處理那方面上面 一向自然醫療呢 都是崇尚的那個 醫食同源那方面的 那麼 阿余醫生這方面 你有些什麼的提議給些聽眾 至少呢 在飲食方面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其實大致上呢 都是吃些 完整的菊類 或者那些豆類那些 那些 新鮮的蔬菜 那麼我們那個 那個蛋白質呢 都是在魚那裡 在豆類的 辣椒那裡 比較多些 那麼我們也都要 是儘量 是減低 那些化學 和那些農藥 在我們的身體 那麼所以儘量 是買東西 買食物再買有機 再去買 那麼香港的有機食物 其實越來越多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很多肉類的有機 雞蛋有機都已經見得到 是 好了 那麼在傳統的醫療 那個處理 那個前列腺問題呢 就是南瓜子 很多人都認識的 是 那麼 因為呢 南瓜子有很多 湯有很多 鮮 鮮 那這個鮮 在一個營養 那方面呢 是對那個 前列腺的健康 是很重要的 那麼當然呢 我們可以 平日呢 就是吃多些 這些 生的南瓜子 所以不要買那些 烘果 或者加了味 很多鹽 那些 吃那些生的南瓜子 那麼在健康店 在我們的綠菜椅 那裡呢 都有這些 因為很多病人呢 我都叫他們男士呢 自己多些吃著這些 這樣的 就當是一種零食 是 健康的零食 這樣 好了 那麼再減低一點 種醬 我們可以吃這些 那些 那些 深海的魚 那些 cold water fish 阿麻子 那一天吃了兩湯匙 或者呢 就要多喝一點水 每次用飲餐服飲食阿麻子呢 就算你磨了也好 沒有磨也好 那沒有打粉 你都要多喝一點水的 那當然還有阿麻子油 那些 很多這些魚類的食物呢 都是有很高的 必須要的脂肪酸 那它們有一種抗炎的功效的 嗯 那還有呢 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就喝多些綠茶 就是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喝茶的習慣好的 那但是如果有機會喝茶呢 盡量喝些綠茶 那起碼呢 就是 沒有咖啡因那些 那 那 咖啡方面也是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喝咖啡的時候 盡量是有些 就是沒有咖啡因 或者低咖啡因的 的飲品的咖啡 嗯 那 喝水 那大家買那個阿麻子的時候 買阿麻子 阿麻子 阿麻子本身呢 是有一種叫做Lignum L-I-G-N-A-M 一種一種纖維的 那這個呢 是可以平衡我們那個 刺激素的水平的 那 在大家買那個阿麻子油 是我們公司那些是看到的 在 如果你這樣擠 雪櫃擠久了呢 底那裡有些渣的 那有時候 那裡也會寫到明呢 是有一種Lignum的 那 那這個是一種很好的阿麻子裡面的 一種的營養粉 那所以呢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就不要覺得這些是渣 就倒了它 嗯 盡量呢 拿個長的筷子 撩它出來的 那但我通常呢 我建議大家呢 要買到這一類的 就是有這種纖維的阿麻子油呢 將那個孫呢 就倒轉倒 是 就是漏一下之後呢 就撩在雪櫃的時候呢 就倒轉倒 那倒轉倒的時候呢 你弄倒的時候呢 那些渣就會沉在那個瓶口 是 那倒的時候呢 當然拿筷子撩下來 那這個一個很好的成分 那就是不要想著 哎這個是底那些就不要了 以為炸那些 那些才是保 那些只是好東西來的 所以在買阿麻子油 當然好的阿麻子油 一定是用黑色的瓶 盡量真的冰箱 因為一般的儲存期是比較短的 幸好我們綠創意的那些 通常我們是 他們是積磨的 我們去order的時候 他們才積磨 所以比較上去新鮮 但當然了,儲藏也很重要 這種的油 油是通常儲藏的好不好很重要的 有時候有些人買到 吃過之後有一點點益味 就算那個時間未過 都會吃到益味 這個就不可以省 因為油過期是不太好 還有就是喝水 轉到磁碟線的問題 小便的問題 所以喝多些清水 大概每兩個小時 喝一杯 這就是一種建議 在食物方面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呢 那或者 剛才說了我們在食物方面 要做些什麼呢 也有些什麼 我們在食物方面 應該要避免的呢 今時今日 我們大概是 減的食物 其實最主要都是糖分 現在文明人的食品 是糖分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盡量呢 戒糖 戒甜品 OK 那第二呢 就是我們的食物裡面 是很多精煉過的食物 好像process food 因為精煉食物呢 有很多化學物在這裡 還有很多過多的澱粉質 就是精煉的澱粉質 白麵粉 這類的東西 所以呢 那個碳水的澱粉質呢 就是盡量呢 就是要減低 尤其是那些精煉過的那些 尤其是那些 那很多包裝的食物呢 都有這個問題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那個油 脂肪方面 那現在整天的人呢 就以為呢 是動物油不好啊 要吃多些植物油呢 其實是錯的 是 傳統的油 其實不用擔心的 就像吃牛油啊 豬油啊 傳統的油呢 在一個新鮮的自然的環境之下 是很有益的 反而呢 很多這些所謂植物油呢 其實是經過 就是人工加過的 尤其是那些叫做 輕化了的 這些這樣的植物油呢 而很多時候呢 它是一種叫做 很多反式 反式脂肪的 這個是很危險的 那通常呢 這些油為何用呢 這些油呢 沒有那麼容易益的 那所以很多些精煉過的 那些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製品食物呢 就很多時候呢 會用這些所謂植物油了 那因為它不會益的 那還有 就是咖啡和酒清 就是大家都 我最近都看到最新的資料說 有些說法說 就是小量的色度 色度其實是一個問題來的 色度的酒啊 紅酒啊 是有益心臟的 那最近的嚴謹的調查之下 發現這個是不正確的 就是法國人 為什麼會沒有什麼心臟病呢 因為他還有其他東西吃的 不是只是因為他喝紅酒 不是只是喝紅酒 是啦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盡量要介紹 就是當你有問題的時候呢 飲食的方面 是第一線 要去做的 沒錯 那在你的臨床上面呢 你有沒有一些 針對性的治療方法呢 是介紹的呢 那在那個 就是所謂叫做 直接的治療工具 它都有幾種的 那有一種呢 一種叫做 Rye pollen extract Rye 是一種蕎蜜 好像蕎蜜的 花粉的抽取物 那這個是原來有些 新的 有幾個研究的 他發現呢 用這個這樣的 蕎蜜的花粉的 抽取物呢 是改善這些慢性的 前列腺炎 包括前列腺痛楚 那這個是一個 英國的 秘療科的雜誌裡面看到的 那他們呢 就還有一個 用一個 就是商品 就是商業上 用買得到的一個產品 就用在90個男性 這些全部都是患有 慢性次第線感染的病 那它用呢 用一個 就是一粒 每日三次 就是三粒一日 用它六個月 那發現這些症狀呢 還有呢 那個當然 實現室的測試 還有加上那個 醫生的 衡量 發現呢 有 三個月 還有六個月的時間呢 發現呢 75%的男性 都改善的 那其中呢 就36% 是完全根治了的 那還有呢 是有大大改善的 那所以看到呢 這個這樣的 蕎蜜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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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花粉呢 原來的效果是 在醫學上已經證實了的 那所以有時候呢 大家 希望大家 不要再有種的錯覺啦 自然醫療的工具呢 經常都說是沒有什麼科學根據 其實是 完全是 荒謬的 嗯 反而自然醫療的 科研呢 反而更多 因為自然醫療的產品 是比較廣泛的 那所以呢 是 就不要以為呢 自然的醫療工具呢 是沒有科學證實的 是這個錯的 非常之錯的 那所以 希望大家呢 就是在 在用那個 用自然療法的時候呢 就起碼 是信心比較多些 嗯 那這節時間呢 我們都差不多了 那待會回來呢 我們繼續 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就是 前列腺炎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再回來第二節的遠網台 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我們今天的題目 就是前列腺炎 袁醫生 剛才你已經介紹了 那個喬馬花粉的治療工具 那應該還有其他的 是嗎 是啊 沒錯 看來自然療法裡面的工具很多 另外一個是 大家可能都會 都開始於多人認識 就是一種叫做 叫做 荷斯頓 荷斯頓其實是洋蔥的 洋蔥的成分 原來這個是一個很好的 抗氧化抗炎的工具 英文我們叫做 荷斯頓 原來這個也有很多科學的研究 其中一個研究 它就用多少呢 用大概500mg 毫克 一天用兩次 用兩個星期而已 已經大大改善症狀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 所謂百分之五十九的男性 的症狀 是大大改善 現在說的是兩個星期而已 是 用500mg 一天吃兩顆 這樣就已經有這麼好的成就 那這個呢 就是 這些全都是雙重蠻像 就是一個比較嚴謹的 如果用過一個月呢 它的症狀改善是達到六十七個百分之的 所以這個呢 可以這樣說 已經在科學 醫學上已經有科學波然症狀的好處 還有呢 有些人呢 如果加上一些酵素啊 譬如木瓜酵素啊 鳳梨酵素啊 那麼這兩種的 所謂一種的 靜物 那個蛋白質的酵素呢 是會加強的 那麼酵素呢 我們用來消炎的 是 那麼很多時候呢 很多人的動物 動物的那些 創傷啊 那麼我們都會用這個酵素 那麼當然啦 在我們的治療醫療裡面呢 其中呢 Dr. Kelly呢 是曾經用酵素呢 很大量當然啦 在豬的酵素呢 是醫了很多癌症 包括二座癌也是的 好啦 那麼從來這個呢 還有一個工具呢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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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紫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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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呢 是高燈蕭 是金蔭草 那麼這兩個呢 在西方的治療醫療呢 已經很久很久歷史的了 那麼這個呢 也是 就是用回建議的 大概500mg 那麼呢 或者用 釘劑呢 是4cc 那麼這個呢 也是加強我們的身體的免疫能力 就是 對抗這些感染的 那麼很多人呢 就會在用這個 那個 紫椎花 和金蔭草呢 當它有感染 雙方啊 感冒啊 任何有感染啊 硫磺鼻梯啊 尤其是當它有黃鼻梯呢 那麼這個就是金蔭草的 那個 就是主要的效果來的 所以這個 也都是一種 就是 可以這樣說呢 是對付感染的工具來的 好啦 另外呢 就是oregano oil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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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七 牛七 那個油 牛七 牛七草的油 牛七草的油 那有些人呢 就有一種香薰油 那也都有人 可以用來服飾的 那有時候 服飾的裝呢 是500mg 那一天吃4粒 那這樣 這個都是證實了呢 是對這個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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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過去的事問題 非常之有效的 那我知道呢 那oregano oil 是有什麼呢 是抗毛菌 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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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菌 抗病毒 你天然的工具呢 同那個 一個好處就是 它不是只是抗細菌的 抗生素 只是可惜 只是對付細菌的 對其他毛菌 對那些 那些 那些病毒 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那但是天然的物質呢 就不像 因為 因为几种植物在天然的环境是要对付很多病的 因为没有医生会帮他医的 所以自然有很多对付天然的环境的毛菌 或者病毒有很多这些成效在 另外一个叫Pigeon africana 中文我们叫做电果木 这个是传统用在全烈线 有一个做法就是用大概160-200mg 每天的成分都发现大大改善这个问题 当然很多的产品最重要就是 一个标准的成分一定要有 现在这个产品有13%的total steroids 即是买这个产品需要买一些专业的产品 效果会比较好些 另外就是升 我发现如果每天吃升100mg 用它两个月 接着就加上铜 这两天都会帮助前列线的功能 还有一个是通常的坊间都听得多了 就是居中旅的Sofar Mito Sofar Mito 通常一般人一想到前列线 就一定想到这个 那又好像听闻呢 最近好像说是否有些国家想禁止它 又好像听闻好像 是啊 好像有些地方都不可以再订到这个 就是买不到这个产品 被政府或者有些当局的禁止它 通常是代表什么 就是有效 有效 威胁到传统药业的利润 所以就会禁止它 事不时我也听到的 其中有一个在澳洲的 有一种药膏 我叫做Black South 对那些皮肤癌是很有效的 那结果就被人禁止了 所以呢 每当你听到有一样东西被禁止 就不要以为因为它是有害 因为它是太过有效 威胁到传统药业的利润 所以这是一个很黑暗的 我始终跟大家说 现在整个医疗是 医生要靠病人的 病人要有病的 医生才有生意的 整个结构是这样的 所以很难寄望 在这个制度之下 病人是越来越健康的 好 那如果在一般情况 刚才你那些就是 临床上的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那如果一般的听众 他们可以自己有些什么的方法 或者你有些什么的提议给他们 其实工具都很多 除了我实际讲针对性的 那有些其他的建议 譬如用那个700 ZUYA 700是一种 我们叫Tree of Life 在同一个疗法 是一个疗剂的名字 那这个疗剂是用在前列线 也是很常用的 那但是有时候 如果大家有机会 买到这些草药 那是对抗菌 抗毛菌 那就可以所用的 那还有维他命A 维他命A 就是可以加强我们的免疫功能 通常的分量都比较多 用25,000到50,000的单位一天 那用它整个星期 那还有一种代糖 D-Manos 这种我都不容易看到的了 那这种都发现了 一种这样的糖分 一种糖来的 在绿创意里面 有一种产品里面 是那个抑菌里面 是含有 包含了D-Manos的成分 好的 那很适合 因为始终抑菌 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所以如果有一个工具 有这个 就是这种糖来的 所以是很合理的 好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叫做沉麻 那个Uvoersi 哦 就是叫 哦 sorry 另外一个叫 那个叫做 Uvoersi 是一个 是什么呢 是一种草药来的 也是一种沉麻的 沉麻草这一类的 嗯 那也是帮助我们 细菌性的 那个 叫做感染 那 还有呢 就是益菌 很多方面益菌 我们的好的益菌呢 起码有 4个 40亿 4 billion的菌 是在那个 就是在那个 就是每一个 capsule里面 一个分量里面的 那虽然呢 是身体有成 400多种的益菌 那所以益菌呢 是不会过多 因为身体 不会吃得太多 而出问题的 真的也都会 会自己有些控制的 那通常使用这些东西呢 都是呢 就要一天用几次啦 空肚吃啦 还有呢 起码用它两个月 就是不要心急 因为天然的工具呢 就不是好像 不是那些西西药的 技药那样的 打压的 那它都要慢慢来 赔回一些好的菌 那简单就是 维他命C啦 维他命C 是一般很常用的东西 可以加强我们免疫能力 是抑制那个 那个大象含菌的 的真身 那 很多时候呢 可以酸化我们的 身体的尿液 那令到我们的菌呢 就没有那么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的成长的 那 那 当然了 维他命C有很多成分 包括是抗炎的成分 那通常我们用多少呢 是一千个mg 一天就四次到五次 那 就是维他命C呢 始终呢 在腸胃吸收呢 是有限的 那所以呢 就通常呢 就是分开来吃 就是少少 那就是分量呢 是低一点 但是食物一点 那如果你吃得多呢 就有时候有少少轻舍啦 那 通舍也是慢慢可以适应的 那 每一见到轻舍呢 你就立刻停止 你就可以减少少 那慢慢去适应自己的 因为你知道呢 维他命C呢 亦都是被用力医很多病 包括癌症在内 那当然呢 在那种情况医癌呢 通常他们就医生用滴住 就不是这样吃下去的 那 就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天然的抗炎呢 就是那个 Bomalina 就是那个 那个 菠萝 那方面的 酵素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 这些这样的成品的 那些产品呢 是Bomalina 那其中一种酵素来的 嗯 那好像香港 好像就是这些 当一种药 是吧 是Bomalina 香港是一种西药的 是 这个很可惜 就是希望香港人呢 就自己要了解到 香港有很多这些 惡化重存在的 这种 这么天然的 就是 菠萝的酵素 是吧 那当然呢 它又不可以禁菠萝的 是 那就是吃多些菠萝 在这种情况 那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 还有一样呢 那当然有些人 有一些人 有一些尿道盐呢 就会想什么 Cranberry 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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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 都会用这个万月梅 这个一个 就是这种一般性的建议的方法来的 嗯 余医生 你最专长的 在同类疗法那方面呢 也都这么多年 超过三十年的临床经验上面 也有些什么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呢 是啊 那么多种的医疗呢 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 就是我虽然有四科的医疗里面 我是有脊医啦 中医啦 自然医疗啦 还有呢 我最专长的是 是同类疗法 我认识同类疗法是已经有成三十多年历史的了 我是19 198年年 第一次在加拿大接触到的同类疗法 那我发现呢 同类疗法呢 是应该这种医疗里面呢 是最合乎经济效益 最有效 和最安全的 那所以在我的 在我的诊所里面呢 我大部分病人呢 我都会先从那个同类疗法那里呢 在角度去找一找 是有没有一些好的疗劑啦 那当然呢 同类疗法不是一个唯一的医疗工具 只不过一个是非常之简单有效的工具 那如果能够懂得用呢 是当然是最好的 好了 那同类疗法也都很多的 有一种十几只的疗劑 起码 其实不止的 但是主要有十几只疗劑的 那我们是怎样去应用呢 就要视乎症状了 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是就这样 刺烈线研究的疗劑 不是的 一定要配搭得对 才会有效 如果配搭得不对 其实通常就没什么效 没什么效 没什么效 不重要 不会有害的 又没有那些不良副作用的 是的 就是吃了几滴水 吃了几滴水 吃了几滴糖 其实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所以完全不用怕的 但是也是 不要乱用的 虽然我现在已经教了几年了 在我们的亚洲和疗法学院里面 我已经受货了成几年了 都有每一班都成几十人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发现有时候有些学生 就会乱用 乱用 自己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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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最好就不要这样做 虽然没有什么坏的效果 但是把身体的症状搞乱了 都是令到真正找医生医的时候 都比较难 记住不要紧 一样一样用 可以就行 不可以 就是可以 下些才用都不行 其实 有个 学了的时候 有个概念 知道同流疗法是什么 就不会 局限了自己以为 只是得一种方法去医治而已 但是呢 都要因回 个人的症状 各样东西 最好都是找医生去检查一下 好 那这一节时间 我们又差不多 待会回来 我们会继续 我们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是 前列善业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均 网均 3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 原网台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前列善严 刚才休息之前 盐医生提早 可以用很多种 有十几种的自然医疗 同类疗剂 可以帮助这个症状 麻烦医生帮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个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一个疗剂 叫黄蜂 黄蜜蜂 这个疗剂是把蜜蜂 硬碎 再用一些 弄到变成糊 然后拿水吸气 然后帮它不断的稀释充能 稀释充能 尿剂基本上大致上就是这样做 大家都知道 同类相似 为什么要用黄蜂呢 如果这个症状 就好像被黄蜂 释了来的那种感觉 那你就可以考虑这个疗剂 通常我们黄蜂的症状 会如何 如果被黄蜂释了 通常会如何 通常会肿 伏伏伏伏 和感觉上痛 一种刺痛 和一种消畜的痛 如果你发现 你有一个前列腺的问题 而你的小便的时候 就感觉这些这样的 刺痛 而消消的那种痛 或者是那些 那个膀胱 是长大到 尿都拔不出 尤其是那种臉 是泡泡种种 可以想这个疗剂 这个黄蜂 除了黄蜂之外 还有一个是 阿胜蜈 Costicum Costicum 有一个症状很独特 很多人 前列腺 男性 很多时候都会有 男女都会有这种可能 有时候就是 尿呢 忍不住 有时候要咳 或者笑 或者走動 或者嚇刺就會流尿的 這個呢 也經常覺得好像有一種壓力感 在膀胱有壓力感 壓力感有時候由前列線去到膀胱 也有時候在柯勝立的症狀 當一些人發現他在性交的情況之下 那種快感好像減少了 這個也是一個指引來的 我為什麼會用這個Crossic的尿劑呢 另外一種叫做梅臘草 梅臘草也是一種急性 尤其是急性的前列線炎 或者急性是小便拔不出 我試過有些情況 病人來到我們的診所 他療療是急到死大 痛得很厲害的 但他拔不出 通常他們一般西醫就會幫他放導尿管 很多時候這些病人年紀大了 就用靠導尿管 即急的時候就放導尿管 放些療療 但有時候就拔出來之後沒多久 一毫濕了 那你怎麼算好呢 我記得有個案例 這個病人來到我們那裡 就在我的診所就這樣講給他聽 我知道我現在經常重複這個問題的 那我現在的管就插在這裏 那我怎麼算好呢 因為試過放了又要再插 那我唯有一個人 第一 你一定要拔掉管 要不然我們都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那這條管坐在這裏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醫好地呢 那跟著我就會配了這個療劑 那我記得我當時就配這個梅臘草 這個療劑 那他跟著就一直一直一直好 不需要再靠插管的 那梅臘草呢 還有一個症狀呢 那病人呢 是感覺到呢 他那個下陰那裏呢 好像有個波在這裏 他坐在這裏呢 好像覺得是坐著一個波在這裏 在下陰的位置 那有些壓力感 有種脹脹啊 還有一些痛的 他坐在這裏呢 是坐不到的 是經常要伸開的身體 那這個也是一個梅臘草 那這個梅臘草的症狀來的 好了 另外一種呢 是叫鐵線鏈 那也是一種前列腺腫脹啊 導致呢 那個小便呢 就變了困難啊 那有些滴尿啊 這個滴尿這個問題在這裏 那除了這個呢 就另外一個是那個石蟲 那一個podium 通常那些男性呢 小便的時候也都會痛 或者呢 就小便了便之外呢 是更加痛的 那當時呢 會影響他的性行為啊 甚至乎呢 就是不舉啊 這些問題的 那這一類的石蟲營的人呢 通常呢 都會有些消化的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 胃氣脹脹啊 那尤其是上腹那方面 比較脹 那石蟲營的人呢 都會喜歡 比較上怕凍啦 就是比較高高瘦瘦那種體型 那也都比較喜歡吃甜的東西的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一個石蟲營的 一個療劑的正型來的 那另外一個療劑呢 我們英文叫做 Metorinum Metorinum呢 其實是臨病的毒素 那通常呢 我們會怎樣去應用這個呢 通常我們發現呢 如果這個病人呢 是因為有過去有臨病 是有這個性病 那而引發到這個前列腺呢 那我們呢 就會可能呢 就會去用這個療劑 那或者 或者這個病人本身 未必有自己有臨病 那但是如果他的性伴侶有臨病呢 那有時候 我都會考慮這個療劑 Metorinum 好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那個 Pulsatela Pulsatela 是一個很常用的白頭翁 Wild flower flower Win flower Pulsat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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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有些人 如果認識同一個療法呢 覺得 咦 這個是一個女性用的療劑 或者小孩子 是的 但是其實在同一個療法裡面 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就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當然呢 女性會比較適合用 因為她性格是比較溫順一點 喜歡癡人 容易哭 但是呢 男人都可以用的 那通常呢 就是那個 基本的症狀呢 就是小便到尾呢 就有痛 那還有呢 這些人呢 是喜歡呢 就是很容易怕焗的 就是她喜歡 要開著風扇啊 開著窗啊 那她才會舒服的 那這個都是一種 就是一種白頭翁的陣形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Sable Sararuta 就是剛剛所說的 梳帕尾圖 是居中旅 那這個在拉丁文呢 叫做Sable Sararuta 那這個也是糖尿法的尿劑 通常是用一些 那個尿道就是 尿道閉塞 安不出 或者是年紀大的人 那還有一個症狀呢 她經常覺得呢 下陰那裏呢 有一種涼泡泡的一種感覺 啊 就是一種 就是年紀大的男性 有時候性器官那裏呢 有一種涼泡泡的感覺 那最後就是西 大家知道了 西是一個很好的 的營養素 那現在的最近說 Selenium呢 不足呢 是導致癌症的原因來的 那所以通常呢 我叫那些病人呢 是自己 就是 補充那個西 那但是西呢 作為一個尿劑呢 都是一個 是幫助這個 前列腺的問題 那通常呢 都是呢 就是什麼症狀呢 就是那個 濕感 濕感得來呢 還有呢 他發現呢 那個精液都會漏出來的 有時候覺得 無緣無故的 那為什麼精液會漏出來 那這個是一個正常之一 那 還有呢 濕感呢 最好就不要走路 一走路呢 就會差一點 還有小便會差一點的 那當然呢 很多時候呢 西呢 是用在一些人呢 是那個有 那個 不具這個問題的 好 還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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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繼續多講 多一兩隻 那個 飛燕草 Cyphysagria Cyphysagria 都是一種慢性的 尿度呢 是一種滲流的症狀 有一種燃燒的感覺 尿度 還有那個 旁那個 全裂線的位置 那通常這些人呢 都是可以這麼說呢 情緒方面呢 都是比較抑壓的 一個人呢 很nice的 那但是呢 就經常人家會欺負他 那但是他又不敢出聲 那就是 那經常好像屈住屈住 那這個女性比較多 我很多時候呢 用在一些女性的 因為性行為之後的尿度炎 那這個是一個挺好用的尿劑來的 那最後呢 還有兩隻 硫磺 硫磺一個很好的 那硫磺熱 那所以呢 硫磺症狀呢 很燒 那 還有呢 下腰背痛 那 通常硫磺的人呢 是喜歡硬硬硬硬硬 就是不喜歡騎的 有些些硫磺的瘦小 就是呢 骯髒糟啊 骯骯髒啊 去到哪裏 去到哪裏 那這個 那這個一個硫磺 但硫磺是一個很 挺常用的尿劑來的 那最後呢 就是那個 側拍了 ZUYA 那這個呢 我用在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的情況 那ZUYA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症狀呢 當它小便的時候呢 發現呢 它療是開叉的 哈哈 那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側拍的其中一個 一個主要的症狀 那 那你看到呢 和療法療劑很多的 是 就是很多病人呢 我都處理了這些的 都是用療劑啊 那個食物方面啊 調理啊 那這樣的 那除了同類療劑之外呢 在自然醫療的工具上面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幫到這個症狀呢 其實呢 還有很多的 就是大家都聽過了 我們過小便介紹過了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小凌晶 是吧 因為小凌晶呢 其實是視乎你怎樣應用的 一個太好小凌晶呢 蘇聯的一個科技呢 其實它是能夠用一個 很簡單的 電磁操作的 電子的刺激治療器呢 是調理你的那個治療神經系統 那大家如果認識呢 治療神經系統呢 是控制我們那個 所謂心肝皮肺腎啊 有加感神經 苦加感神經啊 那治療神經系統 如果運作得正常呢 它放出個訊息呢 令到我們身體那個 生理系統功能正常 那其實很多病都可以癒得到的 那就是SPACILAR呢 其中一個我們可以 就是可以採用的工具 那除了這個呢 我們就最近都 開始跟大家介紹呢 一種微循環系統 那微循環系統呢 其實那個意思很簡單的 而已 當我們身體的 血液循環差的時候呢 我們就病會多的 因為血呢 是帶氧粉 帶營養 帶那個氧 那個氧 去我們的身體 組織的細胞呢 也都排污 都是靠我們那個血的嘛 就是髒東西 帶了到腎那裏 腎那裏 那裏將它 就是FILTER了過去 那所以呢 微循環系統呢 如果我們能夠有方法 將微循環系統來增進它呢 其實很多病都可以幫助得到的 那這個是一種的治療工具 那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講過頻率治療 大家我有機會聽回我們299集呢 我就介紹了這個頻率治療 是一種什麼的科技 那除了癌症之外呢 拍多治療呢 其實多了很多病都可以的 那所以呢 其實醫療的工具 是很多很多啊 針灸啊 那個拍打啦 我有一種叫做 Percussion 最近有一個同時呢 就有一種拍打 共振的治療 那這個都是用半個小時的 那用一種手法呢 拍我們的背部那裏呢 跟著呢 就來到震盪 產生一個共振 令到我們的身體呢 是跟它呢 是產生一個共振 即是說呢 是激動我們的身體的治療的能力 那所以這種的拍打共振治療呢 當然呢 逐步反射啊 那個體質水療啊 香氛療化啦 那當然一般的減壓啦 其實都都可以用的 那還有一個問題呢 就是 有前列腺問題的人呢 盡量呢 踩單車呢 就要比較 即是要避免 因為始終呢 踩單車呢 是很結到我們那個前列腺 我們下陰的位置的 那所以壓力大呢 對那個前列腺呢 可能是一種 一種太大的刺激的 好 那今天多謝了 袁醫生今天的分享 讓我們的聽眾呢 對於這一方面呢 更加認識多一點 那今天的時間呢 就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就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做個回診的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預約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查 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的了 今天麻煩了 袁醫生 拜拜 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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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